于北辰将军在一个政论节目里面说 他说这个为什么要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这个是因为压力很大 因为严清彪的恶劣的名声 霸占这个郑兰公董事长职位22年 其实内部已经很多人反弹了不满了 严清彪呢开记者会要平息不满 开记者会平息不满 说不定也是号召兄弟啊 给人家一种这个压力威胁啊 谁知道我就不相信 很多人说你要小心人身安全 我觉得严清彪才要小心人身安全 良心不安这个制裁妈祖 绑架妈祖的人才需要自己担心吧 说我是神军女 我没有教导啊 你一个地狗才打米粒 你来纏的人 他只会一个手段打翻一条船的人 怎么会骂骂都没关系 但是你治愈赞兰公所有的董建事 所有的来自海内外 每一年的烙进活动上百万人 大家感动猛人 真是不要脸往自己脸上贴金 好像一百万人去照镜 都是相信你言金标式的 光是他昨天呢 他记者会的那一番谈话 你们赞兰公的董事在旁边听了 不会全身发麻吗 后面的妈祖不会生气吗 笑死人啊 这个镇兰公的董事们 请你们不要再被这个鱼肉 这个肆虐好不好 这条纲啊 我可能怕我的黑骨 现在媒体都是大力的嘛 我想这个对我来讲 绝对是有伤害啦 但是伤害到我的家里 这个是最不好的 谢谢大家 那我请教十一大哥 严清彪是怎么当上 郑南宫董事长的 这事情要从 就是郑南宫董事 第六屆之前 就是十几年前开始讲 当时严清彪 他是台中县议会的议长 那时候郑南宫有两派人马 就是现任的王金鲁董事长 跟现在 郑南宫的副董事长 两个在竞争 郑明昆 对 在竞争 有一次在开信徒代表大会 就是要改選董監事 董監事那一次 老实讲是王金鲁站上风 他可以过关 因为他们先级就是完全连继嘛 赢的人都全部赢嘛 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台中县政府民政局局长 要来列席 要来列席 那早上要开会 那早上七点多 就有一个四个那个县议员 有一个在大甲的险西 三个不是 就把他押走 不让他来 把谁押走 把那个民政局长叫做李英俊 把他押走 不让他来列席 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 那个选举无效 他输嘛 我给你算嘛 好 开会的现场 我本人也在现场 为什么你会在现场 我是信徒代表 信徒代表 他的组织商城里面 就是信徒代表 来自于那个大者知名代表会 跟外府跟大安 三个乡镇的里长 我都当前 知名代表莫名其妙 就接到一个通知 自然说我是信徒代表 他是这样规定的 他没有丑 就是当地 这三个地方的里长跟正名代表 是当然的信徒代表 对 所以我就去参加 我前年就看到那一幕 他从报道开始 报道要出席人士 要过半才可以开会嘛 才可以开会 那时候他在那里就争执 争执 然后汪金虎他董事长当子席 宣布开会 宣布开会的时候 那个郑明昆这一派人马 就把他叮到 我给你开 开不成 叮到 开不成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我刚才说四个議員 把民政局已经压走 有一个我们那个选区 可能跟改选有问题 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 但是那三个不是这个选区 他为什么会去干涉这件事情 当然是有大哥叫他做的嘛 利用医院的资权去压迫一个 云政局长嘛 然后后来 这次都改选不成了 后来就发生了很多金银介入 金银介入 然后他们占上风了 占上风 就第二次改选 改选就是 严调当董事长 一路做到现在 那怎么会严清彪当董事长呢 是郑明昆这一方的人嘛 这里面还有发生一个差距 就是当时我跟他检举 说主持商城要大甲人 大甲大甲人才可以担任 我跟他检举 那时候民政局长 严清彪他们就压他说 要送到那个内政部去解释 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 因为他不是大甲人啊 他是杀戮人 所以主持商城有 他说现场是民进党的廖永来 他知道说廖永来一定秉公治理 不会坦入银签票啦 他议长 他用议长的权力 要去逼迫一个 民政局长送那个文到内政部去解释 这个混自然也可以成型嘛 然后内政部解释文下来 他怎么解释你知道吗 他说台中县议长 他的职权就是涵盖整个台中县 他就是广义的大甲人 所以他有资格 有这种解释法吗 然后 他用行政的解释文 可以干涉人民团体 他的自治权吗 这样就给他搞掉了 他就一路让到现在 那个时候的台中县长廖永来 廖永来主管机关 本来在开会的时候主管机关 就要派民政局长来列席 结果有四个人 去把这个人等于有点点把他绑走 四个人当中还有 只有一个是当地的大甲市议员 另外是跟这个选区没有相关的人 参与把这个民政局长拢走 拢走 然后主管机关你要去解释 就是要买了 我想这个部分你要解释 就是说两边在扯拼 这里头没压标 为什么会变成有压标 然后第二个部分你要去解释说 台中县政府没要改水 中央内政部来改水 那个时候部长是黄祖文 然后那个时候的组织章程 到现在都完全没改变 第一个有一个说法是说 两边在扯拼 然后呢 严清彪当选之后是公亲变鼠主 可是为什么会是 到后来严清彪出来协调 为什么是他 如果说当时在台中县政府 要做行政指纹的时候 严清彪根本没有资格 他知道后来 他是民进党籍 他会秉公处理 也不贪污谁 严清彪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时候他的政治势力 如日中天 他有办法就把他 要求他送解释文 去到那个内政部 内政部那个文一旦下来的话 大家都没有话讲了 没有话讲 就是解释我刚才讲的 广义的大甲人 台中县人 台中县人 他适用里面 只是当里面的大甲人 才可以当任董事长 就让他当上董事长 是这样的了 一开始 也不是说两派证明跟 王进府在争 严清彪以后再 公亲必死 也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时候四个议员 是听谁的 去把那个民政机长卢子 听谁的 当然是 听他的老大 听他的老大 所以这老大就是严清彪吗 从这里可以 可以说 当时严清彪就介入了 所以这四个议员 第一次改选不成 他就介入了 你说这四个议员的背后的大哥 就是严清彪 我看可以指使他 还有谁呢 把他掳走 然后当上这个董事长 对 后面发生这些事情 是 有钱有事 就压着一个人民团体 然后当上董事长 这样就得到你